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師 今天要介紹這個角色景樂奇 在這個今天4月2號公告他的這個技能的部分 就是帶一隻火屬性的助遊 又活又久的 天賦的部分呢 物防治療效果提高10%到20% 然後五格範圍內的友方主動使用絕學或者是普通攻擊之前呢 你會獲得一層9的狀態 那他可以到兩層 那你只要獲得9的狀態的時候呢 可以驅上一個有害狀態 並且獲得一個友誼狀態 好現在很多角色就是可以驅上狀態跟獲得友誼狀態 這種類型的越來越多了 那9的buff呢是受到治療效果增加10% 那攜帶兩層的時候呢 主動使用絕學或者是普通攻擊之前 可以驅上自身一個debuff 並恢復自身器械 然後觸發後呢 會消失 那恢復量是失速則防控的引力5倍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而且他是五格範圍內 他只要不死 你只有這種那個那個 治癒的效果在身上 但是你要不動攻擊 或者是主動使用絕學才會有 你休息是沒有的 就有點像 就是戰前回血這樣子 好 好他的絕學就不 誒是絕學嗎 對 善久無憂 然後這一招是主動使用的時候 可以反轉範圍內 所有有方兩個有害狀態變成有益狀態 並且恢復氣血 那是 思速則法攻的1倍 然後可以施加1乘9的狀態 我看到這裡 我已經覺得這隻角色其實也是可以抽的 好 另外一個絕學 優於自在 對當個其他有方使用可以恢復氣血 然後是思速則法攻的0.75倍 並在目標深入三個範圍內的有方間彈射 彈射恢復氣血 每彈射一次 治療效果可以提高6% 那最多可以提到30% 絕學後 未受治療的有方施加1乘9的狀態 也就是這招也是可以增加9的buff 那且有方每被彈射一次 額外驅上一個有害狀態 獲得一個有益狀態 並使有益狀態的等級提升一級 然後你最多可以彈射6次 那他會優先彈射氣血最低的目標 OK 蠻特別的 但是也相對的蠻複雜的 好 再來 公子同友 被動技 是行動結束的時候能恢復處於有方 9D地形上所有有方氣血 好然後恢復量是施數者的法攻0.5倍 那主動使用的話可以恢復單個有方的氣血 那是法攻的1倍 區域上一個有害狀態 在目標一圈範圍內製造9D地形 然後持續兩個回合 然後對目標施加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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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SS 她 BOSE 小 Meu 祂 BOSS 之前 BOOM construir BOSS BTO Ue 回合開始的時候 與攜帶酒狀態氣血百分比最低的一個其他友方平衡氣血百分比 有點像那個小雪的那一招 回血招式 並恢復雙方生命值 恢復量為施速者法攻的一倍 並且施加無暇一的狀態 持續一個回合 好 神秘絕學 三格範圍內攜帶酒狀態的友方之後 治療效果和免傷提高5% 最多到10% 三格範圍內攜帶養成酒狀態的友方 使用絕學或普通攻擊 行動結束時 鎖在隔 生成酒粒地形 哦 就是直接可以生成酒粒地形的 好 哦 好多 那正法哦 呃 攜帶友誼狀態的數量大於等於目標的時候呢 這個對戰中傷害提高15% 哦 蠻蠻容易的吧 因為依照 如果假設你的這個錦熱器沒掛的話 基本上友誼狀態 肯定是比對方高的 哇 這個驅上技 驅上技能還真多啊 好了 那不過呢 呃 風鈴是優屬性的風鈴聲跟這一隻 我當然還是先抽風鈴聲嘛 不過這兩隻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 另外任何一隻 我認為都不虧啊 好了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做討論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的IGFB推曲BVD還有GISCO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